第一次有这么挑战 这么有难度的戏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西北地方 住在那儿 大家一起拍戏 然后一起创作 其实非常开心 学到很多东西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谷歌进节 我们这个组 大家要成为朋友聚在一起 希望大家今天上映了 去电影院支持我们一下 六月十五 狗正 谢谢 我还了解到剧中有一个小狗 可爱的小狗 可爱的小狗 小狗也是演员之一吗 对 它是主演 而且后来因为帕安这个戏 跟他的感情非常强烈 我就决定收养他了 然后收养他 也带他去了嘎那 然后他拿了狗狗金钟旅奖 最佳 最佳 算演员最高的一个奖项 现在他在家里 他都是睡我的床 我睡地板 所以最后他是主演 你是配角 他绝对是 他现在在家里是 会非常话语权的 对 现在交流的还顺畅吗 很好啊 他有什么名字 他叫小星 小星你好 欢迎有机会来到 上海国际电影节 我们也很期待 能在平台上看到 您和小星的互动 答应有什么补充 没有 他人和狗之间 我觉得他现在反过来了 就是动物对人 有一种启蒙 有一种勇气的唤醒 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 这个戏 真的是 我们还想 我们希望都可以和动物 成为朋友 我们还想再问问 女士 彭丽娜女士 想问问您 这次您是有什么样的契机 和这个电影结缘 和我们分享一下 您和电影的故事吧 其实特别特别的荣幸 能够参加到狗阵 然后这个电影 因为我们也在 干纳拿奖了嘛 那今天正在上映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支持和关注 感谢观看